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市公所为了协助华东路火灾户的轻运 继上周之后17号的上午再度是派出人力以及车辆 其中也配合了花莲县环保局协助轻运 营建废弃物总径轻运了十多个车次 市场魏家贤也特别到场关切并且感谢清洁对弟兄的辛劳 期盼受灾户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门卫机车被烧到只剩下骨架 铁皮屋顶也因为大火吞噬呈现焦黑扭曲变形 这起火灾就发生在10月31号晚间 无情大火造成花莲市华东路上的八间联动铁皮屋全会 18人无家可归 施工所除了在第一时间到场了解提供协助 灾后也立马触动清洁队员协助受灾户亲运家园 我们在日前华东有发生大火的状况 那现今我们也来协助相关的灾民做后续的处理工作 那我们知道很多灾民是无能力去做相关火灾后房屋 还有我们基地上面一些废弃物的清理 所以我们也跟环保局来做相关的配合 那也谢谢环保局也协调了相关的土资场 让一些营建的一个废弃物的部分能够送到土资场去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谢谢我们清洁队 也大力的来协助 也希望在今天内把一些焚烧过后的一些物品 还有一些营建的建材的部分能够赶快把它清理完毕 施工所17号上午再度派出人力及车辆 其中也配合华联县环保局协助清运营建废弃物 出动一辆抓斗车以及三辆密闭式资源回收车 终继清运了10多个车次 而市长维嘉贤也特别到场关切 并感谢清洁弟兄的辛劳 期盼受灾户能够早日重建家园 记者旭立琴花联市报导